在混凝土设计模块中,可以按照德国钢筋混凝土委员会的钢纤维混凝土指南对纤维混凝土结构构建进行设计。 相关选项位于根据欧洲规范1992拖曳托移的编辑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配置对话框中。 当钢筋混凝土构建的混凝土材料类型选择为纤维混凝土后,可以按照德国钢筋混凝土委员会DAFSTB指南进行计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